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意思 阿姨打电话跟我说的 不可能 他今天早上还答应我的 但上午给我打了 说他不去 愣了 等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这么漂亮的花 是谁把咱扔在这儿了 哪儿来的呀 不知道啊 这个是谁送来的呀 不知道 该不会是哪位先生送给你的吧 这上面有没有卡片什么的 没有啊 这么好看的花一定要不少钱吧 咱们把它插在前面吧 好 走 好 走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哎 李诚 你说什么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没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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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你取完东西就走啊 你是这么打算的吗 我 我 我 Vill jaga 也 Mais 我 我 要 忙 行 行 吓死我了 买东西啊 我们家老头啊 想换个电视 我在报上 看到二楼啊 家电市场搞活动 我们就过来了 人呢 楼上呢 干嘛呀 你们娘俩这开商店呢 买这么多吃的 吃得完吗 我们乐乐男朋友 到家里来吃饭 终于跟旅程合上了 说不清楚 怎么又说不清楚了呢 这到底是你不满意 还是你们乐乐不满意啊 我当然是满意的啦 就是乐乐挑着呢 嗨 乐乐又换了一个 嗨 就上次跟你说的 在科夫中心 做理疗的那个小伙子 哎 还没断呢 不是让你狠下心来吗 我是狠下心来了 可能小伙子特会来事儿 旅程斗不过他 哎呦 不赖旅程 你们家条件太好了 让别人哪 不得不自卑 哎 但是你可不能松口啊 女孩子哪有什么 识别能力啊 不都是要靠家长 把关的吗 哎 我层层把关 天天操心 我现在担心的 不是他们 好不好的问题 我担心啊 那旅程啊 这么自卑 每天都是 你看 那日子 能过得好吗 怎么说呢 我认为啊 自卑总比花心强 哎呦 太对了 不能要花心的 绝对要自卑的 是啊 你说自卑吧 女儿还管得住 那花心是管得住 管不住的问题吗 那女儿早晚要吃亏的呀 哎 我宁愿要花心的 说什么呢 你 不要花心 不要花心 哎呦 我跟他气的 真是的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先生 您 找错地方了吧 是我 郭亮 不是看不出来 是 不敢相信 哦 对了 等一下 你看 西西 他也变了 那天你带他去复诊 这才几天的功夫啊 你们俩怎么都变了 他好了 我也好了 看到我们俩这样 难道你不高兴吗 哎 乐乐姐 你好 是我 你穿成这样 就是为了跟我妈 来吃顿饭吗 不仅仅是 哦乐乐小姐 首先 我要感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谢谢 通过这段时间和你相处 我发现 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 是真的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 啊 大人 是 在你答应 或者拒绝我之前 我还有些话 想跟你说 不知道可以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这不都已经说明了 你之前 一直是在欺骗我们 不 这只是一个误会 让我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 边走边说好吗 嗯 嗯 我的真名叫林国亮 大家保持啊 好 好了 大家今天辛苦了 先休息十分钟 一会儿我们再进行 其他项目的训练 谢谢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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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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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换其他地方了 你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不管走多远 对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后外 李教练 你给我过来一下 我有急事 好那好您先忙 我先过去一下 我回国后到达了第二个城市 就是通城 然后我第一个认识的女孩 就是你了 而且 我就喜欢上你了 你的腿伤是真的吗 是真的 只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如果我不表现得严重一些 恐怕就没有机会频繁的找你了 还真被里程说中了 我也不是演员 被他看出来也不奇怪 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尽管问 那你父亲呢 他 我只是不想让宾馆的车 每天来接送我 增加你我之间的距离 我只是让他扮演一下 我父亲的这个角色 不想让他扮演一下 这样才可以 这样才可以博得别人对你的同情 希望我的做法没有让你感到反感 应该说 曾经让我倍加同情 其实呢 那个老伯的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我也是想帮他一下 行 既教练 那个郭亮来了 他开了一辆好高级的汽车 他要把乐乐姐接走了 接走 接 接哪儿去了 那他别急还没走呢 他的车子就停在门口 那他们人呢现在 好像是往西边去散步的样子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我旅程 我 我怎么办 诚哥 我们都希望你跟乐乐结好 你要加油啊 莉莉 你刚才说什么 诚哥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乐乐结好 你要加油啊 去啊 谢谢你 莉莉 哎 这里先交给你了啊 放心吧 快去吧 我之所以对你隐瞒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我并不是想欺骗你 我身边有很多看上去都很优秀的女孩 因为她们都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让我感觉 她们对我的感情包裹着拜金的元素 我很不喜欢 当然了 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 但是在你面前 这一切通通不存在 她让我体会到那种温暖和纯洁 就像我的初恋 你的初恋 是啊 我五岁的时候 在海边认识了一个小女孩 当时我们一见钟情 然后就谈恋爱了 你也太有意思了吧 你原谅我了 原谅我欺骗你了 国亮 我确实很讨厌别人欺骗我 但是对于你来说 我并不在意 这么说 你愿意接受我了 国亮 不 现在应该叫你林国亮 你误会了 说实话 我确实很喜欢你 你的信心 你的呵护 还有你的坚强 你的包容 总之 你有太多太多的优点 让我数不胜数 我知道你需要帮助 我也乐于无条件地 帮助像你这样的人 那么 在我需要爱情的时候 你是否也可以慷慨地给予呢 如果 非要用一个词 来表达我的这种感情 或许 同情会更合适一点 那同情之后呢 也不是爱情 你别生气啊 我毕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入了你自导自演的戏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 我没有办法 用你想要的方式来回报 如果是我之前的言行 造成了你对我的误会 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声 抱歉 看来 我真的是太过于自信了 我凭什么就能肯定 你也是爱我的 算了 我太傻了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还是走吧 不过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把希希留给我 这样我看到她就会消气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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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想知道 如果一开始 我就用真实的身份来追求你的话 你愿意接受我吗 我 乐乐 我的情敌来了 好 怎么了 店里出什么事了吗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你急什么 乐乐 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 不管你现在怎么想的 有一句话 我放在心里面很久了 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 我刚才听到你 你那不认识 你不要看我 你这个人 你看他 你这就没有人 你我把我发现 我发现了 我帮你 我把你发现了 你这就没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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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应该请郭亮吃饭 乐乐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你不会是大款假扮的傻小子或者是富二代吧 不是 不是 我绝对不是 乐乐 你去哪儿啊 去工作 来吧 老伯 我明天就要回很远回远的澳洲去了 之前不管风吹雨淋都是你送我来来往往 今天让我送你一回吧 这不好吧 我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 你不用这么 老伯 你坐上去吧 这不好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您听我的 就坐上去吧 别客气了 来 这不好 这不好 好 您家怎么走 那边 走 那儿 走 好 好 今天我总算是顺利完成任务了 这下我妈该满意了 要不然她整天唠唠叨叨的 我都快离家出走了 我肚子有点饿了 你说我这一天忙活的 就像过了好几天一样 我有那么让你辛苦吗 我还没真让你追呢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可不能就这么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当着凉爽和变态的面 向我求婚 你就知道欺负老师人 好了好了 快进来 妈 妈 我回来了 来了 来了 阿姨好 立成 妈 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这么香 立成 你能来 太好了 立成 这是没想到 不 我想到了 快坐 真是太高兴了 阿姨 你做那么多好吃的 快坐 看把你给高兴了 王子敢吃 不叫你亲爱的 快去叫我 叫他一块吃 那一起吃 对 对 对阿姨 好好好 坐坐坐坐 太高兴了 这个你喜欢不喜欢 我喜欢喜欢 我太喜欢了 那个 你吃这个 这个菜我是跟你学的 跟我学的 真的呀 尝尝尝味道 好好好 这个 给你吃 你吃 你也吃 你也吃 来 我烧肉 给 这都是你培训我的菜 你也吃 你也吃 那我说 你去买一张喜帖 然后写上 吕成的名字 把这个喜帖 送给那个人 将来乐乐 就是再怎么解释 那个人都不会答应他了 就得知难而退了吧 想不到完全没用上 妈 你在干什么 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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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用不上 以后肯定用得上的好东西 吕成呢 哦 再做养生汤 哎哟 哎哟 做汤了真是 以后他来了 这类的事儿 您就别操心了 干脆叫他搬过来住算了 我还不想想 是我把乐意广告位 承包给广告公司的 有什么问题 你这简直是胡闹 金总 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我没法跟你客气 你知道吗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有多少客户给我打电话 那是你的问题 我只负责广告 确切一点说呢 是负责广告业绩 小芳 你想钱想疯了吧 你这样做 我怎么向那些老客户交代 那我来帮一下你吧 给他们增加一点页面就可以了 老客户也是商人 唯利是图是他们的本性 我看这是你的本性 说什么呢 好了好了 我不想跟你多废口舌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今天下午三点开会 你不能给我迟到 moisture 谢谢 你愿意 你愿意 你们俩嘴 姐姐 只能不愿意 现在 这个 我就怎么 你愿意 员 总 我 你愿意 是要 广告的情况 我刚才已经告诉各位了 现在几乎所有的老客户 都很愤怒 目前已成为事实 现在平衡老客户 和咱们杂志社的关系 是当务之急 艾小芳提出 给老客户增加页面 各位你们怎么看 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呢 对 艾小芳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把广告位 租给广告公司 为了增加广告业绩 梁爽 你说说 我来陈述一下客观事实 并非针对个人 现在 大部分杂志社 把广告都承包给广告公司 但是乐意 一直都是跟广告公司 客户直接对接的 广告公司 并非广告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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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失去一些原有的老客户 就算把广告交给新的广告公司处理 也是从整年开始 并非是现在 并非是现在 各位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是从整年开始 我看先把咱们的广告位从广告公司拿回来吧 对 小方 我之前跟你说过 有什么重大决定的话一定要跟金总他们商量 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心上 你们是故意的 你们一个一个一个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做什么你们都说不对 你们是故意的 你们是故意的 我告诉你们 他是不是疯了 疯了 疯了 也不能拿咱们公共事业当儿戏 对不起 对不起 太咸了 你真爽啊 这好呢 怎么最近没露面啊 是啊 他怎么不过来了 他想来是我没时间 你说你这样 这孩子你让他自己过来吃顿饭 我不在 他来干嘛 你这孩子真是的 你怎么那么不懂人情世故 他又不是没饭吃 再说了 人家也有老爸老妈 用不着你想着 这怎么说话 丈母娘疼女爵 谁能挑出理来 我可没说要嫁他 这孩子 你看 我可告诉你 你自己再转几圈 你也未必能找得比他好的 不信你就试试 我把话放在里面 好好好 有时间叫你过来坐坐 吃个饭聊个天 行 我知道了 好了 我吃饱了 慢慢吃 我去看 别说这事了 选手 什么 弱手 怎么是你啊 谁啊 看着去 伯母好 伯父好 你怎么来了 你还有脸来啊 走走走 进来 进来 吃饭吃饭 还有这种人 还真有脸来 你还是走吧 给我两分钟 就两分钟 说完我就走 有什么话 我们出去说吧 我不想让我爸妈担心 闺女跟她走了 你别颤和了 放心吧 闺女会处理好的 吃饭吃饭 我没食欲了 吃吃吃 没食欲 没食欲了 放心吧 两手 我知道你恨我 你想太多了 这次我回来 是专程向你道歉的 以前是我不对的 伤害了你 和伯父伯母的感情 和信任 我觉得你这种道歉 特别多余 说来说去 一点实际的意义都没有 你是个商人 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不要浪费时间 再做无用功了 你能跟我说这么的话 我已经很开心了 哪怕是你骂我 杨爽 我在美国的时候 一直在想你 想你说话的样子 想我们的事 我发现 这不是拉开距离 或是换个地方 就可以忘掉的 我相信你也是一样 毕竟我们有过相爱的过去 你说我是一个 是一个商人 我自私 我唯利是图 但是商场上的德语师 再怎么惨烈 都比不上 失去你的爱 让我更加的后悔 我相信其实你很清楚 我不是一个坏人 也不是一个骗子 我只是 那个时候 一时混乱罢了 我对你是真心的 别人怎么说 怎么看我都不重要 我只是希望 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而且这不是几句话 就能够说清楚的 请你相信我 你就 你就一句话 都不想跟我说吗 我想对你说的话 以前都已经说过了 不管你听没听到 记不记得 那都是以前的事 我已经都忘了 不可能 你别欺骗自己的感情 爱是刻骨铭心的 对 你说的没错 爱是刻骨铭心的 痛也是刻骨铭心的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我发现 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 而且 我已经重新开始了 你 已经重新开始了 对 重新开始 所以 不管你出不出现 都不会再影响我的生活 我也想劝你一句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追着不放 挺累的 所以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是吗 是吗 对不起 我 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再抱你一次 留作最后的回忆 多保重 不是 不是 他在想看我 再走 你要不要再走 我就不愿意你才我 都不愿意我 你真是想骗我 老大傻子了 总监 里面都快打起来了 怎么了 那个女人 她跟谢老板签的合约已经到期了 据说要被炒鱿鱼 什么合约 就是她跟谢总签的生死状 一个月之内广告不能翻一番 直接离职叫她再拽 我们都快乐死了 有几个哥们儿听说她要走 直接定了一桌 至于吗你们 简直太至于了 这个全部重做 给我出去 干嘛你们 不干活在这里混时间呢 没没没 您一天不走 我们就一天也不敢闲着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一点规矩也没有 好 上梁不正下梁歪 实在不好意思 我昨天晚上回家的路上 被一只疯狗咬了 去打了狂血疫苗 这个速度也太大了 现在有点胡说八道 不过这跟上梁不正下梁歪 也没什么关系吧 貌似跟那只疯狗 倒有一点点关系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以后都不用再来上班了 解雇我这事啊 也不归您管啊 我是股东代表 我爱解雇谁 就解雇谁 艾巧峰 你在公司歇斯底里发什么神经 老谢啊 我正在教育他们 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了 你就是想逼我走是不是 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每一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逼你 这份合约也是你自己签的 白纸黑字 根据当初的约定 你现在应该离开 好 现在没这回事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所以你撕的是福音键 好 太好了 韩乐 不好意思 我忘形了 主要是刚才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 石刀歹徒连砍三人之后 失足掉进河里 被公安机关抓获 好 简直太来劲了 好 你狠 我不让你得逞的 韩乐 谢总 叫保安 收拾他东西 好 你也是去乐意啊 是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一平 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跟你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又去找那个女的 这跟你也没有关系啊 我不跟你讨论你说的什么关系 我想知道你回来在他那里 还能得到什么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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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那边 好 喂 干嘛帮我东西啊 谢总说 让我告诉你 让你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不要再来了 好 那就看以后 到底谁不会再来 来 我送你的礼物 我从没购买的 昨天没有给你 不用了 我想 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没有这个必要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还是走吧 以后别再来找我 你已经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就请你以后 不要再打扰他了 离他远点好吗 你什么意思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明白吗 我们走 我最喜欢的 你也想 也想让我放弃 可是 毕竟我跟梁爽 我们两个有过过去 而且你凭什么阻拦我 跟他交往 你不是说了吗 你和他都是以前的事情吗 而且你对待 你和梁爽之间的感情 从没认真过 你根本配不上他 走 走 梁首 你干嘛 李好怕他骂你 他帮李好打你 我就想把你抽起一口气 这里没你的事 你该干嘛干嘛 没我的事 你们三个就想把我挤出去 我偏不走 她是混蛋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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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点 我认识你 终温我 快把你走 我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